哈喽大家好,我是怪物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国军搞什么 我是一个在国军服务不算短的退伍人员 想要藉由这个频道跟大家分享 我在军理生涯中发生过的事 所遇到的问题 提供新进人员解决问题 或是提供国军相关单位而后经济之参考 国防部在11月公布109年 自愿意士兵入营赤青规范 所以今天的主题是 赤青有错吗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 国防部前几年为了提升招募成效 达成全募兵制的目标 原开放赤青的自愿意士兵入营 但国防部近期调整 国军官兵赤青规范 强调为避免帮派出俗 及严重违反上凉风俗文字与意识等图案 造成社会大众负面观感 重新规定109年入营之自愿意士兵 脖子以上手腕以下不能刺青 造成部分人员反感 其实截至108年8月底 自愿意官兵16万1000余人 边线比虽然已经接近86% 但是官兵流营率不如预期 自愿意士兵流营人数仅1975元 达成率仅39.5% 真是令人担心 过去社会上以赤龙赤凤的负面词语 形容赤青文化 而且多有黑社会帮派的联想 但随着赤青已成为年轻人的流行 现在已经不再是黑道帮派的辨识方法 明年起国军招募的自愿意士兵 脖子以上手腕以下不得赤青 已开始服役的自愿意士兵 不必去除既有赤青 但赤青范围不得再扩大 要报考三军官校 专业军事官班者 海巡官兵仍不得赤青 三军阅仪队 政战局 宪兵单位 官兵 赤青的部位则不得再穿着短袖上衣 短裤时露出 针对这样的新规定 其中有三点 我自己是比较不能认同的 第一 脖子以上手腕以下不得赤青 脖子以上我是可以理解 第一眼一定是先看到脸跟脖子 实在也是不好 但是手腕以下我是觉得还好 除了受奖 操作示范 很少人会把手背一直给别人看吧 至于受奖的部分 我常常看到一些长官的手上 不是满满的戒指 就是一堆佛珠 难道这样就很好看吗 所以这个部分希望国防部再斟酌考量一下 第二要报考三军官校 专业军事官班者 海巡署官兵 人不得赤青 我知道干部要有干部的样子 可是我想有80%有刺青 且想要报考军事官班的人员 他们的刺青应该都是有意义的 不该全面否定 也许是纪念某个人 某些事 或者是借由一些激励的图案 来激发自己的斗志 此项规定过于严苛 建议放宽 至于海巡士兵 不就跟一般的志愿衣士兵一样吗 为什么他们的规范比较严格 难道公务员的单位不能赤青 第三 政战局官兵的赤青部位 则不得在穿着短袖上衣 短裤时露出 政战局不就一般的机关单位吗 你又不是国安局 那么国防部部本部 军备局 主机局 军医局 是不是都要比照办理 不合理嘛 以上就是我对109年 志愿衣士兵入营赤青规范 提出自己的想法 就提供大家做参考啰 如果大家对国军基层各项事务 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我会尽力为大家解答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